第十五題 当天平重新校准且归零平衡后 应同将夹一两物体放置天平的左右两盘 结果发现天平既然保持平衡如右图所示 依据此图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看到从图上明显看出来 夹的体积比较小 乙的比较大 所以选项是一说夹体积等于乙是错的 因为天平保持平衡 所以两个质量会是相同的 所以选项B说夹的质量小乙也是错的 那么根据我们的密度公式D等于V分之M 这两个东西的质量是一样的 而且它们的体积不一样 体积不一样 所以它们的密度就一定会不一样 所以选项诸说夹乙的密度一定不同是对的 那么到底谁大谁小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的D等于V分之M 那么我们的质量是一样的 那么乙的体积呢比较大 所以它的密度就会比较小 所以乙的密度比较小 夹的密度比较大 所以呢选项A说夹的密度比较小于乙 那也是错的 所以呢只有选项诸是对的 所以第四五题问我们说 依据此途判断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呢选的是诸 夹乙的密度一定不同 首先是误误它的密度比较小